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分析入門篇 那這邊是屬於FEA的靜態分析 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附加檔案裡面有一個功能叫做Simulation 那可能有些人對於Simulation可能比較陌生一點 那它在早期是叫Cosmos Wars 所以那後來它就改名為Simulation 那其實這兩者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因為它裡面可以做的分析是相當多的 像是熱韻力、疲勞分析、錯取、落下測試等等的這一些 那今天會以入門篇呢 來進入來讓大家了解 所以會以單純的零件以及靜態分析 來做給大家看到底 Simulation要怎麼去入門呢 那要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在進入分析之前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環境 那Simulation呢 那它的做法是 你可以是零件也可以是組合件的 那這一次呢,是入門篇 所以我會以零件來做示範就好 因為如果是組合件的話 它所要設定的一些邊界條件呢,比較多 對於剛入門的人會是比較難以學習的 所以這一次呢,我會以零件的做法呢,來介紹給大家 那首先呢 我們如果一開始是沒有去進入的話 我們要怎麼把它打開呢 我們從工具的附加裡面 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啟動附加的程式 這裡有一個Simulation 把它打夠之後按確定 那這樣呢,它就會在這上方列這裡 有一個Simulation 你點進去之後呢 按一下三角形有一個新的研究 點開來之後 裡面是有很多可以去選擇的 那我們如果是以入門的話 就選第一個靜態分析 那當然這一部分呢 大多數都是以靜態分析比較多 那有一些可能有其他的需求 那這邊 今天的入門篇就不探討 那就是選擇了靜態分析之後 直接按打勾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進來之後呢 它所有的做法 都是在Studyworks裡面去做的 以及說它是連結了我們的Studyworks的零件 所以如果我們做完之後 零件有更動的話 那這邊也會相對的去做更新的 當然有時候會分析會有些錯誤 可能要再重新的去做設定的 那這邊其實是蠻方便的 我們是不用再重新把我們的零件再輸入進去 它會自動更新 這一點大家就去了解一下 那要怎麼做後續的設定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需要先編輯材料 那要怎麼做呢 從這裡按下右鍵 有一個套用編輯材料把它點進去 進來之後呢 裡面有一些預設的材料 我們可以去做選擇 像是鋼 或是不鏽鋼啊 合金鋼啊 或是一些鋁合金等等的 那如果裡面呢 你找不到你適合的材料 你也可以在這裡做自訂 裡面做自訂這樣子 那自訂裡面呢 這裡它會有一些紅色的 紅色的字呢 就是你必須要去輸入的一些數值 那其他的你可以不設定沒關係 但是紅色一定要去設定 它後面才有辦法去做運算 那這裡的材料呢 你可能可以去尋找材料的一些 產術 或者是說你就是運用它的 預設的 那這邊呢 我先示範預設的 好我用 AISI-1020這個 用鐵 好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再做下一步的動作了 那這裡呢 會有一個連接 那因為這裡呢 是零件 零件我們不需要去做這邊的部分 這邊是組合鍵的時候 左鍵跟左鍵之間呢 會做一些並接條件 那這邊因為是零件 這個步驟就跳過去了 那後續呢 再怎麼做 我們再來繼續講解 接下來我們要做條件的設定 那在設定之前呢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 我們的零件呢 我們要它是受什麼樣的硬力 我們應該心裡都有一些想法 假設說 它什麼地方是固定的 以及說它哪一個地方受了多大的力 然後我們要看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到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要給它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才能做後續的條件設定 那假設這裡呢 我要讓它這個連桿 這兩個洞 假設是用螺絲固定 那我就是假設這兩個洞是固定的 那我在連桿的尾端這裡呢 我事先用了分割線把它割出一個面 我要在這個面上呢 施加一個150公斤的力 然後我要看它有什麼樣的結果 它的材料有什麼結果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條件的輸入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左側這邊來做設定 那一開始呢 我們需要先固定我們的零件 那在固定屋這裡按下右鍵 第一個固定幾何 那進來之後呢 我就選擇這兩個圓柱 選完之後直接按打勾 意思就是這兩個圓柱是做固定的動作 那當然它裡面有很多可以固定的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一般我們如果入門的話 最常使用的是第一個固定幾何 接下來我們固定完之後呢 那連接因為這裡是零件 所以是不需要去設定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需要給它一個力 外部的力 那從這裡 外部負載這裡按下右鍵 選擇第一個 當然其他的 也是讓大家去嘗試 我們通常入門的話 還是會以第一個 比較常用的 那點進來之後呢 我就選擇了我預先把它分割出來的這個面 選完之後呢 我這裡選擇公斤 假設我是要讓它有150公斤的受力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就按打勾 這樣子我們的條件都已經設定完了 它有一個固定 有一個力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做後續的運算 那在做運算之前呢 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是什麼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好當我們條件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去做分析的動作了 那這裡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在做分析之前呢 一定要來做網格設定 好 網格完之後呢 我們的軟體它才會知道 我們的零件呢 它是什麼樣的外型 好 那所以我們在做網格 網格完之後 網格成功了 我們才能去做 後續的執行的動作 好 那在Simulation的分析裡面呢 網格這一塊呢 是攸關了一個很大的重點 有時候呢 就是在網格這邊卡住了 才沒有辦法去做後續的執行 好 所以在網格這一塊呢 是相當重要的 那要怎麼做呢 這裡呢 我們有看到網格 直接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產生網格 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從這個網格參數這邊 把它拉開來 一般呢 這邊會有三個選項 那 入門 或是我們一般在做 Simulation的分析的時候 好 比較建議是用標準的網格 好 因為網格的數量如果越龐大的話 它對於後面執行分析的話 時間會越久 所以我們一般呢 還是會比較適用 標準的網格 因為這樣子網格數量比較少 我們相對在做執行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快一點 好 有時候 我們在做Simulation分析的時候 它 你如果一旦又適用這種 像是曲率的網格 網格 數量非常龐大的時候 它在運算的時間會非常非常久的 好 有時候可能一天是跑不完的 好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會 用標準的網格 會快非常多的 那這邊 如果是以簡單的零件呢 我們就直接按預設 直接去把它打勾就好了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做出來 你可以在這邊呢 往右邊這樣拉 把拉到細緻的 那越細的話 網格 像這種比較小的 圓角的話 有可能是 網格數量不夠細 它才沒有辦法做出來 或者是說 你在這個進階這邊打勾 直接把這個什麼 為實體自動嘗試 你看要輸入幾次這樣子 它如果失敗之後 它會重新再做一個網格 會變細變細變細 這樣子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看來這個零件呢 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就全部都用預設的 嘗 嘗試 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邊如果有失敗的呢 你再試著 從這邊來去做更改 那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我會建議用第三個 混合式 混合式的網格 這樣子呢 它會有一部分是用曲率的 那有一部分是用標準的 那它的網格數量相對也會比較少一點 假設說 這兩個 你都還是沒有辦法的話 最終才去用曲率網格 那這個當然是 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這樣子的話 時間會 會 增加非常非常多的 好那這邊我就直接來做網格 好就是按打勾 它就會去做網格的動作了 那它需要一點時間去做 分析 那因為這個零件呢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它網格的時間呢 蠻快的 那做出來呢 好就是這樣子 好網格成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進行下一個動作 好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直接按執行 好就可以把它把它做出來了 好那從我們上方列這裡 有一個執行 或者是我們從這個靜態分析按下右鍵 好這裡也可以做執行 那這邊呢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一個東西 有時候呢 我們的 零件 或是我們的分析呢 它可能是一個沒有平衡的狀態 那這裡有時候我們就是要用到 我們從這裡按右鍵的屬性裡面 好這裡有一個軟彈力來穩定模型 或是一個慣性反作用力來輔助 有時候會運用這裡的求解器呢 做一些變化 或者是 我們的零件呢 會有大位移 好這邊 有時候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些訊息 那這邊呢 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一般入門篇可能不會到這裡 那這邊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好那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設定完之後 網格完之後 就直接按執行 好那就是直接把它運算出來 那通常 執行的話需要一點時間 好那執行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預設會有 硬力 位移以及應變 那這裡呢我們可以按右鍵 去新增一個 安全係數的繪圖 好一般我們 simulation完之後呢 比較常會去看我們的 安全係數 有沒有在我們的符合設計範圍內 那我把它選擇是低於1的位置 然後把它顯示出來 好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那這邊呢 怎麼去看這一些數值呢 我留在總結再來做說明 那分析完之後呢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硬力圖 那硬力圖我們從這個圖示呢 就可以大概看出來我們的結果了 好一旦發現說這裡有一個紅色的箭頭 代表說 我們材料它的降浮強度呢 是在這裡 那這個圖呢 就代表的是硬力值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的 硬力值已經大於材料的降浮強度了 好意思就是 我們的材料已經受到的破壞了 好已經 材料的降浮強度 已經承受不住這個硬力值了 好或者是說 我們從 安全係數也可以把它看出來 好剛剛設定的是 安全係數小於1的地方 就是紅色的部分 好這部分都是不安全的 好當然這邊要依各位的 安全係數的設定呢 來做調整的 好那可能有的是 做到1.5甚至2或是更高的 好一般比較少是 安全係數只有做到1的 因為有時候材料會有皮法 或是震動等等的一些問題 好做到1可能是有點 不安全的 好所以這邊 好因為示範了 我就是以小於1的地方 給大家多示範 好那這裡呢 我們還有一個位移 位移的話 可以看出說 它的位移量是多少 那這裡呢 你可以去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產生動畫 以動畫的方式 來輔助說 它發生的變化是怎麼樣 像這樣子把它看出來 好那今天的 Simulation分析呢 介紹就到這邊為止了 好那其實它還有一些 其他的比較細節的設定 好像是網格一些小技巧 好怎麼樣做網格的 公差的那些設定呢 好讓它是可以用 基本的網格來做分析 好以及說 我們在求解器上面呢 也可以做一些示範 好以及 如果是一個組合鍵的時候 我們的連結要怎麼設定 以及它相關的零件呢 要怎麼去設定它的結合的條件 好這邊呢就是 比較不適合入門篇 那如果 有興趣的呢 就留在 未來如果會 講解近切篇的時候 再來做探討 好那今天的教學 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